這次要來關注資深媒體人黃偉翰的母親 在今年五月初遭到一名方姓美髮師 酒駕撞上不幸身亡 肇事後這名美髮師竟然到畢林商店買酒喝 企圖想要脫醉 檢警偵辦後發現他肇事前十五個小時 才因為酒駕被逮 竟然請回後又到了KTV和朋友狂歡 調閱了監視器畫面 發現他一共喝了高達四十三杯的威士忌 還有一杯啤酒 因此全案台中地檢署偵查終結 也將他一共共危險過失致死罪提起公訴 凌晨三點多 放心男子酒後開著兵事車 不順在路口撞上了正在過馬路的婦人 婦人當場身亡 而她是資深媒體人黃偉翰70歲的媽媽 如今台中地檢署偵查終結 一共共危險過失致死罪将他起訴 造成被害人死亡是涉及到酒駕致死罪前 造時後第一時間方姓男子還跑到便利超商買酒喝 想企圖脫醉 他還堅稱自己沒有喝酒 買酒喝只是想押金 但檢警抽絲剝繭 戳破謊言 查出方姓男子招事前15個小時 才剛因為酒家被帶 吳寶請回後 他又跑到KTV喝酒狂歡 三個半小時內 他和朋友喝光一整瓶700cc的威士忌 一共乾杯43次喝一杯啤酒 檢察官正辦後認為方姓男子才剛酒駕被帶 又在短時間內大量飲酒 還開車上路酿成一死悲劇 將他以公共危險過失致死罪提起公訴 而台中地院召開接押庭後 裁定他繼續羈押 而面對案件最新進度 媒體人黃偉翰也透過電話表示 一切尊重司法調查 街江吳府燕 台中報導